市长郭嘉贤,18号早上前往名校里现看位在活动中心旁的篮球场 这个篮球场在去年底完工验收了,最近就可以开放 而这个篮球场周边侦摄排水设施还新增了两座看台 以及加强夜间照明 市长表示,未来花莲市的运动场都会以这座篮球场为指标 要打造舒适、安全的运动环境 多位先议员和市民代表 18号一大早来到了名校里活动中心旁新整建完成的篮球场 大家小事伸手展现球季 也肯定了这座篮球场的设施规模 市长温嘉贤表示,在花东基金还有多位的先议员 市民代表建议工程款志愿之下 名校里活动中心旁的篮球场已经焕然一新 将成为社区民众运动的最佳场所 名校里活动中心旁边的篮球场 也经过了一个工期里面的改善之后 那整个篮球场变得美的美奂 那我们可以看到地平的改善 然后符合很多运动朋友 打篮球的朋友们 在一般篮球场很难看到的一个非常好的地平 那再来就是节水沟的部分 也把排水沟来完成了 那还有我们的一个适合我们等待球友 打球的朋友们所施做的一个新的看台 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夜间照明的设备跟围里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这座球场花的钱其实不多 那可以把户外球场打造跟国外的氛围一样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球场 也能够朝这样的标准下去走 所以我们未来会在花莲市 各个篮球场里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讨 只要是花莲市公所管理的 我们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相关的改善 那务必让每一个打篮球的朋友 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那我们更希望未来推动篮球运动的时候 能够提供好的场地 提供给大家好的运动环境跟氛围 那促进更多的运动人口来产生 这个篮球场四座范围包括了球场地平 新增排水沟还有新设围里 也装设了四座夜间投射灯 篮球场也使用了压克力篮板和弹性篮框 现场还设置两座看台 包括球场周边的地平都全面改善 而在球场中央更会有花莲市会的logo相当亮眼 市长表示市公所积极为民众打造友善的运动空间 而这一次改善工程也奠定了花莲市外篮球场优质场地标杆 花莲市未来市外的篮球场规划或者改善 都会以名校里篮球场的规划设计为基准 这日会欢迎市报道